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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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啊 有点 你干什么这么开心啊 嗯 我觉得老天对我不错 既然我学会了死亡华尔兹 又给我这么漂亮的媳妇 别先在那儿媳妇媳妇的 谁知道两个月之后的世界会什么样呢 只要有你陪着我 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都无所谓 那我现在为了你 继续在二军店里擦肩喽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其实你的专长是分析对手替人出谋划策 你有没有考虑过转回下跑道去当一个教练 我 教练 当然 你确定吗 当然了 放眼全国 有哪个教练指挡的选手可以打败道尔豪 只有赵一红你啊 以后 你当我的教练 我当你的剑 双人合体 天下无敌 嗯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呢 我没有力气 你没有脑子 我们还算天作之合了 嗯 收集给我 你干嘛 快给我 嗯 嗯 嗯 我 笼子峰 在这儿正式拼用我的未来媳妇赵一红为我的指导教练 是 教练说一 我绝对不说二 教练说亲一下 我绝对亲两下 干嘛 和愿意试两份啊 把你手借给我 喂 嗯 嗯 我 赵一红现在 正式入职 冷子峰的教练 等一下 教练只是顺带 做媳妇才最重要的 嗯 那我 赵一红 正式入职 冷子峰的教练 尖媳妇 嗯 以后呢 冷子峰同学 如果敢不接教练的电话 服务成六百下 如果敢大声地跟教练说话 跑圈五十圈 如果被我发现跟同队的女队员 有言语骚扰 或者身体接触的话 跑圈五十 哦 对了 最重要的是 如果她中途想换教练的话 提头来劲 哇 这太苛刻了这和愿 还没干张吧 可不可愿意解约啊 大张还不容易啊 嗯 嗯 现在 该张已经开好了 你开不掉了 嗯 现在要执行媳妇的第一个命令 冷了 抱抱 抱抱 不是这样的啊 我要抱抱 哎 无双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想包回宿舍主 队长长时间不在队伍里 会让大家恐慌的 那 没关系 既然你决定了 就去吧 哎呀 无双的肩膀 阿姨 我肩膀的事 可以暂时别让大家知道吗 圣芸赛就要到了 我不想让大家为我担心 我答应你 但你也答应我一件事 手还没好之前 不要开车 让一一跟二豪 带你去吧 哇 这么早睡了 我再跟你说啊 你可能很难相信 哥现在可是爱情事业 双丰收 哇 什么情况啊这是 哼 可以啊 胡子 你 你没事吧 孙王阿姨 出人命了 别叫 还有钱 你干嘛把自己搞成这样啊 我上辈子 到底欠了你和你妹妹多少 你没事啊 我来找到美国园子 我去哪里还没找到 你这样子 我都只有你 再晚点啊 我老婆 我就不知道 我去哪里来 你能跟着你 你两个小我 你不想不要 你都要你 我本来吗 啊 我的赵师傅 我得去找我的赵师傅 李虎 你干什么呀 太白天了 你吓死人哪 赵师傅 你得不帮我 怎么了 虽然我和紫辰是假装的 可是这一次她真的生我的气了 我要给她打电话她不接 给她发微信她也不回 我该怎么办 你先起来吧 你这样太吓人了 来来来 快快 你到这儿来 坐下 好好的 你清明气和地告诉我 怎么了 她说 你怎么了 她说她在上课 然后呢 我就挂了 她微信跟你说什么了 她说她去洗澡 晚点要回 可我等到现在她还没回 足足洗了三天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 怎么世上还有你这么耿直的帮我呀 我好开 我告诉你啊 以赵师傅的过来经验告诉你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女孩子闹别扭了 你就顺着她的毛摸 没过几天 准好 子枫也是这么说的 可是她现在 天花不回 微信不回 我就是想跟她说 她的围巾虽然特别难看 但是 我一点都不嫌弃 好啦 这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再解释也没用了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 忠心去感动她 我跟你说啊 事不宜迟 你现在马上就要去子晨的学校 再拖几天 你就恢复诞生了你 加油 走啦 快点训练啦 加油 加油加油 赵师傅 你说什么 肩膀还痛吗 你应该在家里休养的 没事的 想你们了 再说了 如果我不回来看看 你们偷懒怎么办 现在可是世运赛前的 关键时期 我得监督你们 不许松懈 来 先坐着 这次马克踢馆 我面试因祸得福 我不但摆脱了一刹贝拉 大家的实力也提升了 凝结了团队意识 这也算是 替世运赛准备了 之前 我都是一个人在国外比赛 但这次不一样 因为这次有队友 也有你 我很期待跟你一起站在领奖台上 男子冠军和女子冠军一起拍照 这样我可以让所有的人看到 我搂着你的时候 可 我没有办法和你一起拿到金牌呢 怎么可能 你连法国最强的依莎贝拉 都能够打平了 在亚洲 还有什么对手呢 更何况只是世运赛而已嘛 你想想 别人都有情侣对戒 对不对 那我们呢 我们有情侣金牌 非常厉害 天下 郑子晨 郑子晨 这是不是上次那个拘绝招 这女儿的邻居哥哥 郑子晨 是是 comprende 好像真的是他 真的是他呀 郑子晨 我爱你 邓子晨 有人叫你啊 我爱你 子晨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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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哪里 我爱你 好 我爱你 我爱你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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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认识他 好 不是 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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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不认识他 怎么回事啊 好哭 太羞了 太羞了 别吵我一遍 太羞了 我谢谢他 一会儿出去坐街道 哎 紫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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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你原谅我吧 那个 我再也不说 你送我的围巾难看了 你送我的围巾 其实特别好看 真的 紫辰 紫辰 我听说客室在这里上的呀 怎么人都没有啊 我想对 你说 过去了很久 过去了很久 不听不看 不知究竟说些声 你看左手边 没有名字的话 那是 那是 蒲公 应对夏天 说的 话 我 不聪明 所以嘴巴也不会说话 长得也不好看 可是我 喜欢你 我真的喜欢你 这不是被我扔了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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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舍得 把他扔掉 保洁阿姨收走了 他不还给我 我帮他倒了七天的垃圾 自己的 慈悉 也会儿 有意思 你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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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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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啊 桑山 桑山 阳光 自然 你是我的阳光 蒲公银的花摘下一朵沉在三峡我听见手中花在对我讲 她一直都叫没名字的话 收起了雨伞奔向那些花 那 那个 你还生我的气吗 但是我累了 我不想再加长下去了 我说我累了 我不想再假装和你谈 恋爱 我真的想跟你在一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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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通过这次和法国选手的交流 我相信你们在个人能力上 和团队精神上 都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这一次试运赛就要到了 各位选手都准备好了吗 按照惯例 个人赛由教练推荐 团体赛全队选拔 团体赛不分一军二军 所有人都可以报名参加 来 这是报名表 混发一下 我们会选出三名正选选手 一名替补选手 这可是展现你们一年成果的关键时刻 你们可要把握住机会啊 冷子方 今天的战绩是零胜八复 刚才的比赛呢刺中我九剑 但是被我打中了十五剑 其中还有六剑是因为失误丢的分 水平不怎么样啊 大教子 你那火人大绝招没劲使啊 优柱一天还能发射四发零丸呢 你那个找死华尔兹 使个三次就没劲了 不行啊 去去去 死亡华尔兹 不错不错啊 还有体力顶嘴 说明还不累 来 赶紧起来再练一次 来 起来练 没劲了 没劲了 不像你这样的师哥 伯伯伯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以你现在的能力 想进试运赛个人赛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只要你努力 想进团体赛还是有机会 不过以你现在的稳定性啊 想进入团体赛的第四个人 那基本够像 所以呢 摆在你面前的就两条路 一呢 刻苦训练打好基础 那么第二条呢 就是把你的 体力锻炼到一场比赛 能够连续使用十五次 死亡华尔兹的承诺 不拐的三七二七 上去梯里咔嚓 连侃对手十五件 能不能做到 哎 大舅子 不论怎么看 都是第一条比较实在 你看啊 师兄们好心陪你练 最后还被你嫌弃 哎呦 现在的好人真难当 哎呦 心塞啊 我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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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总比我们小区楼下的 大妈还老头呢 哎呦 哪儿那么多废话 走 来 过来过来 别装死狗啊 赶紧拉韧带放松一下 谢谢师兄 请师兄慢走 哦 喂 小康 这有什么事啊 女人呢 不是约我在俱乐部见面吗 没看到你啊 龙子峰 等我你说 阮教练 你找我 是不是把我跟绍康的 友谊赛做个表断啊 友谊赛的结果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怎么叫不重要呢 我等着让他尝尝 我死亡华尔兹的味道呢 你也许还不知道 关于这次友谊赛 我跟赵振宇之间 有一个约定 什么约定啊 如果你输给绍康 就必须转校到 我们奥盛学院 教练不带这样的 你跟我们校长吵架 那是你们的事情 干吗拉上我呢 我是不会转学的 虽然你已经学会了 死亡华尔兹 可是这套剑法 还不太稳定吧 难道你就不想 有人帮助你 把这个基础打好 让这个绝招 更加扎实吗 行 但是我不想转学 你应该已经察觉到 扬言跟你们校长 是死对的 扬言所有的一切 在振宇学院都是禁忌 赵振宇他绝对不会 让扬言的剑法 存在于他的队伍当中 如果你选择 继续留在振宇学院 只会不停地绕弯路 根本就没有办法 发挥你的长处 可是在这条弯路上 有我想要守护的人 如果我离开了振宇学院 我一定会后悔的 让我想学基建的人 在振宇学院 让我想要变得更强的人 在振宇学院 让我想要守护的人 也在振宇学院 如果我离开了振宇学院 那我就没有了基建的理由 师兄 师兄 你为什么答应 曙光队的邀请了 你是国家代表队的队长 你这么做 怎么对得起国家的栽培 你还能笑得出来 师兄 你到底碰到什么困难了 你有困难你说出来 我们大家一起想过 帮你解决 师妹 有你这句话 我请你就知足了 可是师兄 你至少告诉我原因啊 我有需要保护的人 我想有一天 如果你身边 也出现必须你照顾 你保护的人 你就明白了 为了他们 有时候 甚至必须走上一条 别人不理解的路 师兄 师兄 我求求你别走 我 教练 教练 我 我 你不是生气了吧 我实话实说呢 我大概也能猜得到 你会有这样的反应 所以 我以后不会再提出这场友谊赛 和这场赌约的要求了 既然你选择留在振宇学院 我尊重你的选择 但是你记住 我们奥胜学院的大门 永远为你敞开 教练真是敞亮人 女众豪杰 在下欣赏 小鬼 我的年纪都可以做你阿姨了 你还没大没小的 好吧 既然你不想离开振宇学院 那我们就只有换一种方式 来指导你了 你们 还有谁啊 我师父 小伙子 主师爷啊 小伙子 不容易啊 听说你已经炼成了死亡华尔兹 想不想 再强一点 既然选择了站在这条舰道上 我就一定要变得更强 可是就我对你的了解 除了死亡华尔兹之外 你其他的攻击方式都乏善可陈 如果你想要打进试运赛 肯定需要我跟师父的个别指引 我就奇了怪 你明明是好胜的教练 干嘛这么帮我啊 我不只是想帮你 我更想帮我的师兄杨岩 蓝子峰同学 刘老师他可是赵振宇 杨岩和我的师父 我们三个都是拿过世界冠军哦 刘老师他既然能够交出 这么多优秀的徒子徒孙 难道你就不想得到他的亲自指点 子峰啊 我没有别的目的 只是希望你能够增强实力 替我的徒儿扬言 用死亡华尔兹 为国争光 这可能是他这辈子 最大的遗憾吧 好 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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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姐 现在离师运赛还有好长一段时间 在这个期间之内 你肯定会好起来的 你别在外面吹风了 咱们先进去吧 走吧 既然决定要休养了 不如我们先做一个皮肤包养 你呢现在是名花有主的人了 你要随时保持好你的状态 咱们敷个面膜 买个白补个水 这样呢你就可以在基建赛场上 叱咤风云 在爱情的这个立场上呢 无枉无力 你觉得呢 还可以让二豪对你神魂颠倒 敷一张面膜吧 你真的想考教练啊 依我看 你还是考个美容师化妆师什么的更好 怎么合适吧 姐 你还真说到点上了 我不准备不知道 原来考个教练有这么难 有那么多的规章制度要去背 做个美容师多简单啊 敷个面膜就得了 但我又不像你 你有实力跟二豪并肩作战 我不努力的话 就没有办法帮到子风了 试运赛之后呢 极简协会要举行教练考核 我一定要通过 加油 诶 你这面膜财富上 你去哪儿呢 出去吐口气 你这伤还没好呢 我伤的是手又不是脚 不错 休息一会儿 休息 是 子风 进步挺大的 先喝口水吧 在试运比赛之前 只要你有空随时可以过来 我们会尽量弥补你的弱点 让你的剑法更加稳定 也让你的死亡华尔兹 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谢谢教练 谢谢祖师爷 不容易啊 吃完这套特训菜单 能够站着的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好 冷子风他可是有家学渊源的 他从小跟着他爸练拳击 底子不错 对了 上一次卖动杯基建比赛之后 我去拳馆找过你 我见过你吧 嗨 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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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 不论是任何一种治疗方式 唯一能确定的 就是无双短时间内 都无法重新回到技舰厂 你不能进行激烈运动 而且她的身手也会大不如从前 你们可以好好考虑下智女方案 真的要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姐 把你群终带结我用一下呗 姐 好 阮教练跟祖师爷在帮子枫秘密特训 看吧看吧 你心里面也堵了吧 当年我爸妈动了多少关系 想让我飞去美国跟祖师爷讨教一二 人家都不愿意 这冷子风上辈子烧了什么好香啊 我还真想买回来天天手 祖师爷已经退休这么久了 还愿意出面指导他 不止祖师爷 连我们阮教练也是莫名其妙 不仅让我在试运赛之前 放弃跟冷子风的友谊赛 而且他还主动帮敌人提升实力 重点是 不准我跟 你们振宇学院花了多少钱 收买他当卧底啊 振宇跟傲盛是宿敌 阮教练再怎么样 也不会挖自己家的墙角啊 我说啊 死亡华尔兹 其实是幻术啊 你想啊 祖师爷 阮教练 还有你们院长 每个教练看到那一招 都忘了自己是谁 你那时 是不是也是因为中了这一招 才离开法国的 我跟你开玩笑的 怎么跟木头似的 冷子风又不是忍者 再说了 那招有那么厉害吗 我第一次看到死亡华尔兹的时候 我脑子一片空白 感觉基建所有的理论 技巧 经验 都派不上用场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破解面对 有这么夸张吗 我觉得那招挺普通的 要是我的话 我一定能破解 那就赛场上见真章 我已经有你满地找牙的画面了 我呸 你当心我到时候把你捅成马蜂窝啊 喂 易侯 怎么了 我刚刚看了我姐的检查报告 我也跟颜医生确认过了 我姐可能再也不能练几剑了 有心事的话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没什么事 只是好久不练习 但新手赶生疏了 来 慢一点儿 不要勉强 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伤得这么重 还对你说那些让你伤心的话 我真的很蠢 不是因为你 是我自己还放不下 是我自己还放不下 你不想依然 我也是个冒犯